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James 一个星期的交易在今天第一天的交易日又开始了 不过马股今天又是回调的一天 今天主要是科技股跟一些仙股 撑住了场面 因为马来西亚现在是两个因素 之前也说过了 就是政治的不稳定 跟这个疫情的升温 都让整个交易的情绪会比较疲弱的 所以马来西亚今天单日确诊15,764个人还是相当高 然后有卫生官员是Forecast 就说可能一个星期之后 我们马来西亚的疫情可能会来到一个高峰 然后过后就会开始下降了 这个单日确诊 但愿是如此 不过今天死亡人数是来到新高 有219个人就死掉了 一天马来西亚死200多人是越来越高了 这个数目如果维持下去的话 当然很快 我们死亡人数会破一个整万的大关 因为这个COVID-19 ICU的人也是1063个人也是一个新高 然后我们活跃病例是199,051个人 快要接近20万大关了 活跃病例当然也是一个新高 在这种情绪之下 当然再加上政治上 你可以看到今天反对党领袖Datochie Anwar 又做了一个小型的聚会 当然他们也拉布条跟老马一些党派的人士 只有我是看新闻 Datochie Anwar号称有107个议员支持他 那么当然很多过去他都声称 他有把握要组织新政府做首相等等 一系列的挤动 当然我觉得我们马来西亚人不陌生的 当然大家就关心 到底国门政府到底做不做得稳 这也是我们马股情绪上比较疲弱的一个原因 全球疫情当然也是升温的 今天全球的单日确诊 50万2660人 全球死亡今天增加7694个人 然后当然Delta Plus也是来势汹汹的 看到新闻 我们的邻国印尼已经发现了三种Delta Plus 所以这个Delta Plus的变种是基于这个Delta的变种更进一步的变化的一种病毒 所以它会不会带来更严重的破坏 我觉得应该科学家都在研究了 现在唯一我们知道的事情就是说 这个COVID-19的变种 它是不会停下来的 然后有人说这个COVID-19 它的变种的速度 前所未有 在这个病毒的历史上 真的是相当难见的一个事情 它不断的变种 只要它每变一次 它的传播的力度就会变得更强 OK 这也是很多卫生专家 他们目前正在伤脑筋的事情 到底要怎样来应对 这个不断变种的病毒 好 马股今天回调 KLCI跌了1.6点 说在1493点 所以还是below15点的这个support 然后今天下降的counter457个 上降的只有402个 今天Green YB 竟然逆势飙了26.7% 它YOY是转亏为盈 然后Glotec 母股7.4% 它的Warrant A是3.8% DSONIC 3.3% 当然DSONIC股价也是比较低迷 最近它的公司都有做Company Share Buy Back 它也在一天回购了41万个股票 VS今天母股起了6.5% 它的Warrant B11.6% 最新业绩QOQ进步15% YOY 476% YBS今天也起了12.1% YOY它是转亏为盈 GFAROS今天也逆势飙了22.1% 它最新业绩是亏少了一些 然后JAPNET CABNET 起了8.7% YOY 转亏为盈 然后LYC 今天也15% 这家公司要多元化它的业务 QES 这阵子也是很疯狂 跟着科技股的浪潮 QES今天起了5.6% 它最近宣布 要成立JV连银公司 所以本身当然不停做一个选股服务 JAMS的Stock Pick 就是每个星期会出一份选股的报告 用这个价值投资基本面的方法来做选股 所以来到今天相当多的选股回酬 还是非常不错的 像FRANKEN也起了2.5% 所以在3.33% 所以FRANKEN最新业绩也出炉了 QOQ 进步8% YOY 22% 之前我选FRANKEN before它BONUS ISSUE 71.5分 也派了股息8分 加上FREE WARRANT B 17.75分 这两年11个多月 也是有635%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要等一个12年 HECKSTAR GLOBAL 6.7% 收在快3 所以这家公司最近又要收购 ENRA GIMIA 49%的股份 要花一个2450万 所以之前我选HECKSTAR before它BONUS ISSUE 50.5分 也派了股息4分 这一年四个多月也有320%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要等一个9年 KGB 起了3.2% 收在1.28 KGB 最近也是issue FREE WARRANT 要来集资 之前我选KGB before它BONUS ISSUE 96.5分 也派了股息4.3分 这两年7个多月也是有170%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要等下一个6年 当然还有其他选股 我这边不说了 所以如果你抓这个选股的话 那么每个星期你会得到一份这个选股的报告 会用基本面投资法来选股 这个方法就是全球很多大型的退休基金 保险公司 信托基金 跟全球很多顶级的投资家 有人称之为投资正道 然后当中最出名的当然是大师巴菲特 他本身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一度是全球的首富 所以这个基本面投资法就是我会去研究 这些挂牌公司的财报 年报季报来挑选出各方面比较强的 比如说他的公司的管理层 未来利润的潜能 资产负债表 现金流 股息 各方面会做一番考量的 主要强调这个不是短期投机的一个做法 会suggest至少buy and hold 一个两年左右的时间 那么两年之后 如果全球经济recheck反弹 如果疫情得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控制 如果未来这些公司发展到更好的话 那么其实你赚钱的机会是相当高 只要你潜在的回酬也不会低 所以非常欢迎 你可以来直接的email我或者whatsapp我 我的email address跟whatsapp号码在下面的description 还是你直接在我的facebookpm我 都非常非常的欢迎 好 接下来跟大家潜聊 这一家仙股 它近期也是挺夸张的 成交量相当高 当然这一年多股价也是飙了上来 这一家公司是Racing Tech 它的code是Racing TC 这一家公司 今天也是挺疯狂 逆市飙了23.53% 收在73.5分的价位 看回去年3月熊市 它的股价那时候被丢到只有18.5分 意味着短短一年多的时间 它的股价从18.5分飙到今天的73.5分 飙了297% 几乎三倍这种涨幅 这种涨幅 这种涨幅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上8年才会有 把它竟然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做到了 非常不错 所以四支Market Cap也是一家小公司 所以最近这些Market Cap 小的公司都被炒上来了 似乎都有这个特点 所以它的Market Cap只有1亿 挺小的 NTA是有一块19.95分 是高过它的股价 Current Ratio 2.18倍 所以新业绩5月31号出炉的 已经连续三个季度 YOY它的 profit都有在进步当中 所以对比去年 当然这个季度它的收入revenue 是有上涨的 OK So Racing Tech 这家公司它本身主要的业务 它是生产U-PVC OK 应该是PVC的一种 然后它有生产这个GEC产品 如果你是化学方面的领域 你知道了 你就懂了吧 这家公司它所生产 这个U-PVC相关的一系列的产品 然后当然最近它的老板也是有买票 OK 就是它的director Dr.Tech 也在一天买进了10万股 自己的股票 当然它也以行动来证明 我看好自己的公司 好 我们来看5月份 最新的业绩 就是4th quarter financial year 21年 所以其实QOQ OK QOQ它的收入revenue也是增加的 上个季度 3rd quarter是2163万 所以来到这个第4季度 它的收入是2435万 有增加一些上来 可是QOQ它的PAT 税后利润反而是下降 因为上个季度 它的PAT是260万 来到这个季度是跌到220万 OK 因为它的开销有所增加的 所以总的来讲 OK 当然股价方面 一年多飙了接近3倍 我觉得在这种行情之下 已经是非常疯狂了 已经是相当的不错 当然MTA1块19.95分 高过它的股价 Current Ratio 2.18倍 然后连续三个季度 它的Profit YOY 是有进步的 那么来临业绩展望 应该是月底 会出入它最新的业绩 所以这一次它5月份的Prospect 有写到会比较谨慎 就是说因为COVID 疫情等等 所以相信对它的业务 会带来一些影响的 所以业绩展望 当然有可能 OK 有可能YOY 它的收入跟Profit 还是会继续进步的 如果它不会被这一波的疫情 跟NCO有很严重的影响 OK 这个是一个条件 因为就像我说过 然后来临的这个 这个月底的这个 季报的一个季节 我相信很多公司 应该或多或少 都会受到之前的MCO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 当然这家公司Racing Tech 长期而言 我觉得它还是会成长 Based on它过去的一个Track record 在那边 当然你要说爆发式的那种成长 我觉得比较难 OK 不过或许慢一点的成长 还是有可能会实现的长远而言 OK 长远 当然讲的那么多 还是Disclaimment 那四个字 就是买卖致富 OK 这四个字 买卖致富 是最重要的 好 今天的视频分享暂时 聊到这边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 有有用的咨询 记得把它like跟share出去 希望能够让更多人受贵 也记得按订阅 打开铃铛 以便能够以最快的速度 收到新视频的通知 但最后 要感谢大家抽出时间 这边收看 我们再会 拜拜